孫安佐就是我覺得 台上台下都是同一個人 而且他可以很自然而然的說出領域展開 完全不會笑場 光是這點你就會很著迷孫安佐 我真的很迷他 陳怡直播告白孫安佐 曝領域展開這點迷上他 我公開的說 我個人蠻喜歡孫安佐這個人的 我在直播之前就蠻喜歡他的 在直播之後我只能說我更喜歡他 新情色教組陳怡 藏不住對孫安佐的喜歡 因為兩人日前才在Swag平台喝體 大方談過去爭議 不過三斤這次不追求反而柔軟起來了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真實的人 我很喜歡真實的瘋子 就是我不喜歡那種裝瘋的 像我之前講過說 我覺得強強 我沒有不喜歡強強 再次強調強強粉絲不要罵我 我覺得強強就不是他螢幕形象的那樣 只是說他螢幕裡面 可能是他其中的一個面貌 但他私底下並不是這個樣子 我只是舉這個例子來說 我會喜歡的人就是他台上台下都那麼瘋 孫安佐就是我覺得台上台下都是同一個人 回稿的時候什麼他都是很自然的講出 他在媒體跟螢幕前面那樣子 你聽起來非常中二的話 而且他可以很自然而然的說出領域展開 完全不會笑場 光是這點你就會很著迷孫安佐 我真的很迷他 如果是在不違法的情況下 把自己的人生活得如此的中二 如此的像是動漫的主角 我覺得其實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我覺得也不能夠說他什麼不肖 應該說他是因為愛他的父母才會努力的想要找到跟他父母溝通的方式 他希望他自己的喜歡自己想做的事情能夠被理解 因為如果你不愛你的父母的話 你根本不會想要他們的理解 相信愛 只要你相信你還愛著他的話 那你就要知道說你不要硬碰硬 就你現在用這個方式跟他溝通 他聽不懂就是聽不懂 因為那個頻率就是不對 可是你不如換一個方式轉一個外 至於別人怎麼樣去育兒 我覺得那就是每個人投胎可能都會經歷的宿命 你說在愛的教育的情況下長大的小孩真的有比較好嗎 我真的也不知道啊 你覺得雖然佐都成年那麼多年了 如果真的那麼有想法 怎麼不經濟獨立不靠父母生活 我很誠摯的跟你們說一件事情 我覺得會投胎也是一種本事 假設他父母願意讓他花錢 又不是花到你們的錢 到底有何不可能 在不違法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應該要有做最真實自己的自由 不會被這個世界貼上負面的標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